我们这节课来学习如何在苹果操作系统下配置Python语言的集成开发环境 首先我们来到jetbrains.com这个它的官方网站 然后翻到最下边有一个PythonCharm我们点击进来 我们所使用的这个集成开发环境呢它就是PythonCharm 它是基于jetbrains所开发的集成开发环境idea 所开发的一个Python语言的集成开发环境 好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获取PythonCharm 然后呢在这里我们选择一个professional的版本点击download 我这里呢已经下载过了不再重复下载了 好我直接来双击它来打开 在苹果平台下安装软件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PythonCharm.app拖到我们的applications里边来 松开鼠标就可以了 好此时呢已经安装完毕 好我们把这个PythonCharm的它的镜像给它退出 然后呢我们可以启动Lunchpad 在Lunchpad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PythonCharm的图标 好然后我们直接来单击它启动就可以了 它会提示我们是否来打开 我们点open打开 然后如果说有提示你选择KMap的话呢 我们就选择Eclipse苹果的那个KMap 然后我们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KMap如果说有呈现选择KMap的对话框的话 我们所选择的KMap就是Eclipse macOS的 好OK 好此时呢我们的这个机身开发环境呢就已经配置好了 好我们这节课呢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